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反... 反尿了哥 你真的一定要結束的 反尿了哥 反尿了哥 我是白兵 我是高隱 我是哥哥 我是恐懼了 我們繼續有現場觀眾 好耶 有恐懼了幾十人就完了 今集我們就入戲玉了 我們說一下近來很紅的 這個 Hard Epstein 我們是不是說這個 嘩 是啊 Jeffrey Epstein和Didi 嘩 嘩 這個厲害 因為我覺得兩宗案件都有一種相似性 就是牽涉名人 名單 還有都是搞小朋友 還有為什麼會特意選Jeffrey Epstein 因為其實他是我新書裡面其中一個chapter 然後裡面會說 其實現在也會說部分 就是一些我見很少人說過的 一些Jeffrey Epstein爆料的東西 因為其實 他死了 不是 是Jeffrey Epstein爆料 是Jeffrey Epstein的一些私人司機 和表爆料 是 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但是也牽涉了很多人 我不知道 是否需要簡介一下 Jeffrey Epstein 是甚麼 簡介一下 好 好 雖然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Jeffrey Epstein 就是搞到全世界滿城風雨 的羅尼島島主 因為他是有整個島 專門搞小朋友 還有很多世界首富 政治名人 都有上去一起搞的 其實這裡可以先說回他的背景 因為成章 還有之後被爆料 想要看他的內容 要先控制得 neurology 對 現在香港都流行的 我真的認識到有人都流行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最爆是他用搞學力進入了 後來不知道怎樣踢爆了他 但他還有能力可以繼續留在這裏 他用他的三寸不冷知識繼續留在這裏 我覺得他很明顯是個大魔頭 但他真的有個神經病的魅力 才可以讓他這樣做到成功 他帶過其他教授去開心 他帶著之後就沒有東西繽紛 那些女學生和男教授拿分的故事 男學生帶過教授去玩 我想說這一樣行為 雖然Jeffrey Epstein牽涉得一些人很厲害 很出名 所以大家覺得很嘩然 但其實在現實世界的運行都是這樣的 簡單來說我聽過一個個案 就是他是一個大陸做廠的 接不同的大公司訂單 某大品牌 他想在這個地方有他們的工廠便宜一點 他可以選不同的工廠 我是一間大的服裝品牌 可能中國有十間廠給我選擇 那我選哪一間呢 為什麼選這間呢 這間廠的代表人物 會如何去說服大品牌 你們在我們公司製造衣服 而做的方法就是 帶他去叫雞 而且外面普通的雞 已經滿足不了這些 工廠負責 去服裝這個大品牌的人 他可以私底下 再去培訓那些雞 叫女生 不單是叫女生 也不單是叫女生 是直接選一些女生出來 然後我再服裝她 我再額外付錢給她 這個老闆 只要她選你的 可能她抽了十條女生出來 只要今晚老闆選你的 我就給你十七件 去到這樣 然後再教女生究竟怎樣的服務 鑽研她的服務 可以服務得更厲害 固然培訓 我們之前有講一集節目 就是講一宗上海小紅樓案 就是類似你說的 就是有一個人 他直直無名 然後很窮 後來就發覺 知道怎樣可以去 令到那些官員會好聽話 就真的沒錯 給錢就訓練那些雞 那種訓練不是純粹性愛 可能知道他很喜歡琴棋書 我給錢他學跳舞 學彈琴 是這樣培訓 是呀 很出名的小紅樓案 明媛訓練班 真的 很多故事都沒有這麼好 頭其所好 這個高官 他可能喜歡別人說英文 我就會給錢 學好外語 真的這樣去 你怎麼會不死 好像是有益心的 對於那個雞 我覺得我增值了自己 這叫做在職培訓 對呀 已經在職培訓 又培訓又培訓 還有那個故事是繼續的 然後那個大公司 沒有理由不斷選這間廠 因為他可能定期都可以轉 沒有理由 他的出品又不是特別好 為何不斷選 就是他轉了 他轉了那個負責去選廠那個 他轉了那個鬼婆 之後呢 你又沒有理由 總之那個廠 他這次就不是找兒子給他了 因為那時候還沒流行 找兒子服一些阿太 就帶他們去購物 哦 就是這樣 誰知道最後都是選了這間廠 即使調了人也好 對呀 對呀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要幫Jack Phillip Dean 去辯護 我覺得是這樣做的 對呀 對呀 最後真的被他找得很好 他真的變了 在世界級的財富顧民那裡 是真的風山水氣的 我們都知道了 皇室總統那些 他全部都認識的 其實在大約05年開始 其實他已經是有不同的性侵犯在告他了 那時候聚焦都可能是16歲 或者是一些 所謂的年輕按摩師的事情 他這麼有錢 這些案件他一定能頂到的 就算他可能真的 告得入判了罪 那他的律師一定會幫他 弄得很輕判 其實最令人覺得嘩然的 就是他有次判是 要坐牢 但在他自己的賭場 他自己賭場坐牢 我很記得他這個是正常坐牢 大家幻想就是24小時的監獄 他可以出來的 他可以 出來幾個小時的 他有一半時間也是在外面的 然後可能判了他要坐一年半的 一年未夠可能已經出來了 他當時坐那一年已經有一半時間不在這裡 他純粹就是每一晚 他住了一間很賜的賓館 其實可以形容就是 他日頭自由活動 然後去到 他做了出來 那他之後那半年 他不可以離開法羅里達州 但是你會看到各大新聞報道 你會知道他去了紐約 他去了其他地方 就是他不可以離開那個州 所以是完全催不去的 好啊 電 其實真的很會死黑暗 這些事情 完全是用錢買了司法制度 是啊 但是他最初都頂到 但是他指控這樣累下來 其實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他犯的就不是普通 可能強姦一下女生那些 而是在經營一個集團性 還要跨個息的 其實最嚴重的裡面 很多都是一些 可能十六歲都不夠的年輕人 但是就是把我們剛剛那一套 在職培餐那些 用在那些小妹那裏 再去服用那些國際名人 因為很多這些說話的罪行 都發生在他的私人島那裏 所以就有了羅里達這個稱號 是去到2019年的時候 最後的證據就是 把他逼到長國那裏 他就開始想 會不會可能爆料出來 很令自己可以減罪 或者甚至逃脫 當他又開始這個想法的時候 他就突然之間 很適合時候 在監獄那裏自殺死了 在高度設防的監獄 有人監視著 很適合時候 就自殺死了 其實他死了那麼久 直到現在 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因為其實半年前 他就有更加多 我們叫那些 Jeffrey Ashton 那個賓客名單 就流了出來 又有更加多的名人資料 有些原本我們之前都知道 譬如 英國安德魯王子 和克林頓 之前就是傳言 現在是將子寫明 就說明他們有份去搞小女 譬如 安德魯王子 是有句寫著 和無數的小女孩一起群交 這麼開心 當然還有一些新人 譬如 大衛哥帕菲 還有霍金 霍金也行嗎 霍金也行嗎 霍金也行 那些人最驚訝 怎麼群交 霍金就 霍金出名在牛津叫雞 沒有很細緻很確實的證據 但是大衛哥帕菲 她的情況是怎樣 她就說 自己有次去做魔術表演 我做魔術表演 但是周圍都是美女 大家抱著美女 沒有說過她有沒有參與過 一起抱著美女 只是變魔術 變成美女 變成美女 但是有一個 其中一個售後人 就說過大衛哥帕菲 她說那些女生都很瘋 像扯皮條一樣 一個帶一個進來這裡做 但是她有沒有真的搞那些小女 就未爆到 有沒有用刀具的小女 不知道 真刀具 那些 那些人說 其實會越來越多一些國際名人 牽涉在這宗案件 會爆出來的 甚至去到現在美國大選 很多人說 那些什麼Bill Gay 那些很反對 Donald Trump選到的那些 是因為 現在的傳言 就說Bill Gay 其實都有上去島 那裡開心過幾多次 去哪會沒有份 然後他們就害怕 如果Donald Trump選到的話 Donald Trump不會來的 因為他們會爆出來 不讓你們 失去錢 用其他途徑去說 總之不在法庭公告的名字 不再給這一套 所以其實那些美國 那些有錢人 就會很害怕 Donald Trump選到 那麼害怕 當初不要去就行了 已經去了 而且我說 其實Jeffrey Epstein 會拍他們的影片 是呀 是呀 整個羅里島都是霸佬電視 所以他才知道 有女兒想逃走 然後捉回她 其實去那班 玩的那班有錢人 想什麼 難道 他就是覺得島沒有霸佬電視 可能 為什麼要說這一堆 其實這一堆資料 會跟我們 本書裡面的一個案件有關係 剛剛也說了 其實本書就會說一個案件 就是有一個自稱做過Jeffrey Epstein 司機和保安的人 就是同一個人 他做過司機 又做過保安 總之是Jeffrey Epstein 身邊 不可以說親衛兵 但總之是很親密的職員 其實他在幾年前的時候 在網上爆料 就爆了很多關於羅里島的細節 和Jeffrey Epstein 一些很個人的事情 當然 這個網上有很多假消息 為什麼會 很多看過那些資料的人 都會覺得是很真 對 甚至有些人說 就算是假的 很多人都未變太過神級 射得出這樣的事情 因為最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 因為他整篇說的話 是真的可以說到一些 有錢老圈 他們那些生活不尋常的細節 是非常之詳細的 第二 他亦都會公開指名道姓 說很多有錢人做的什麼 就算網上世界都好 你都不會夠膽 譬如可能 那Jeffrey Epstein的親密戰友 軍師 還有那個扯皮條 就是那個 Gillian Maxwell 真的被FBI拘捕了 真的被FBI拘捕了 八個小時之後 所以這件事是很值得探討的 我現在就會說部分 就是他當初爆料的內容 爆料的人 其實他就說自己最初 在華盛頓有錢人 私人俱樂部做門位的事情 但是他的名聲就越來越好 因為他懂得保密 他看到那些有錢人吸毒 叫雞 或者做一些很過分的事情 他不發聲 只是在旁邊看 就覺得很欣賞他 於是有些人就說 你很適合幫Jeffrey Epstein做事 於是就介紹了他做 起初的時候 其實他做的工作 都是一些比較打雜的事情 他說他剛好 原丁沒有上班 他就去那裏剪草 或者剛好司機沒有上班 他就去那裏剪草 但是他有說過 他說他最初覺得 Jeffrey Epstein 是個很好的有錢人 他直接形容 他就像是想拯救世界的有錢人 蝙蝠俠 和Iron Man 那些有錢人 他甚至覺得 其實那時候開始 他已經有很多性侵案指控他 他會覺得 眼前這個男人這麼善良 不會做這些事情 那些一定是 假的誣衊他的 當然之後很明顯不是 他說他什麼時候開始上位 他說就是 有次去打掃 Jeffrey Epstein的睡房 他說一打開門 裡面全部都是屎 和白色液體 他就覺得很噁心 但是他作為一個專業的員工 都不出聲 立即整理好房間 那可能Jeffrey Epstein自己 拿完屎 再打飛機 對 對 調轉了個字 所以 那人家都可以討我 不舒服 交太大去不吃廁所 或是白馬阿夢 瘋了也行 我喜歡到處瘋了 那當然是瘋我的 我是喜歡瘋我的床 And my hurt 也是這樣 是不是 我是要撐這張 我覺得 沒事的 Anyway 他的上司就很想認識他 就很想認識他 完全沒有驚訝他 所以就開始指派他做一些比較高級的工作 他說他第一次做一些高級的工作 就去接送一些按摩師 他會收到一個位置 你要去觀塘巴士站那裏接個按摩師 按摩師 其實他載到一體 就是那些十六歲的妹妹 然後他載到Jeffrey Epstein家 隔幾個小時之後 再一個妹妹出來 那當然是哭到差彩 那他又不會過敏 那他如是自己的工作 就做了好幾次 那他就變成了Jeffrey Epstein 就叫他說這個叫小可愛的司機 專門接送小可愛來回 那這個就是他開始上位的地方 還有這件事也合乎了之前對Jeffrey Epstein的指控 因為其實他未爆最近幾宗之前 他所有很多類型的性侵 都是說他搞按摩師 男也好女也好 就強姦他們 那這件事是先合適的 那他之後 他就說這樣做了這些接送司機四個之後 有一次Jeffrey Epstein 就把他借給另一個上樓家 那上樓家其實叫羅姆尼家族 我初初不知道是什麼 原來我翻查資料 原來是老布殊的家族 就是小布殊 就是911的總統 他的任務就是接送這個家族 就是一個年輕人 叫Coyle 叫Coyle的年輕人 他說這個年輕人只有22歲 他說因為罪嫁的關係 就沒有車牌 所以就要到處去接送他 那這個年輕人 有錢年輕人怎麼過 相信大家知道 每星期六天就會去派對 然後他會帶女生去喝醉 然後吸毒 回家裏回家裏回家裏 其實也不是問題的 直到車到有一次 他車完男生和女生回家 第二天的時候 他又收到急叫 他說什麼事 他說一上到男生的火門 一打開 就看到那個女生躺在床上 吐了白泡 然後他把男生死了 擺明是死了 然後 也不是那個男生殺他 但是那些 有時候 吸毒後 吸毒後 這個是Breaking Bad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就是C Card Jones的死法 就是正常吸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Breaking Bad 就是一個人吸毒後 他會很容易吐 所以 吸毒後睡覺的話 是要打側睡的 如果不是你覺得自己會直接接近自己 那個女生應該就是這麼接近 是的 但是 因為他在家死 一定是很大的事 那時候 爆料的人 可能還沒死 他死了 他馬上報警 拿了手機出來 那位有线仔就立刻一手打他手 整部手机脱离了 他说你是否傻了 打算报警 你知不知道对家族的影响多么大 于是隔了一阵 这位有线仔就在柜桶里拿了手机出来 就说递给他 然后他不久就收到一个信息 叫他去深山的地方 车上女生的屍体过去 没办法 老板叫你做 虽然他是第一次接触死人的工作 但是他的内心很尖牢 也是车在那里 他车到那里 车到那里 那里之后有几架类似货车的东西在等他 然后在那里下了几个 中年阿沈 然后有一些大只佬在那里 然后跟他说不用理了 你可以掉头走 总之这一道的东西我们会解决 其实爆料的人是直接说了GPS的位置 就像他所说的 描述的位置是非常偏远的 要駕駛很久的车去到的 其实这件事是很像以前的 好像是Jong Wreck里面的剧情 原来你那些有钱人 原来会有人专帮你清理的试题 这件事就说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都要去翻查一下 首先 你试试丢掉这个人 我没有钱 或者试试打个电话 我会假扮那条GPS 打包 我会直接有了坐假 然后我就去找究竟是否你那些大家族 真的有这个男生的存在 接着我那个男生 我真的去找 然后那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其实你那本书会看到全名是什么 然后你试试Google搜索 几乎是没有这个资料的 就是有一个维特的币 但是那个维特币 就是本身是 Twitter币 就是你要去追踪他 然后我看到他里面也没有什么回应 你也证明不到他是有钱人的儿子 然后我继续找 然后最后找到很久了 在Facebook这个项目 一个癌症慈善机构的项目 然后他真的这样说了一句 他就说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 罗姆尼家族其中一个家族成员 就是这个Coyol的男生 来帮我们做些什么 然后有他的照片 只有一句 我找了整个人起底 他只找到一句 有他的照片 也真的有这个人 那个年龄也是混合了 但是我自己来说 我就会觉得很惊讶 我本身也是一个作家 而且我也涉獵很多都市传说 有真有假 我会觉得这个像真 这个是假 但是如果我假设那人真的作假 很少我真的会找到一个 那么 那么 那么虚无的人出来 拿他来说他杀了人 还要真是一个有先家族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不尋常的 是的 那么 这个是其中一宗 那他之后又继续讲下去他的经历 然后他说他帮完这个罗姆尼家族做事之后 接着Jephy Epstein就再将他借给 Deaf James 对 总之是美国一个超大的音乐公司 对 你当是英网那样 他当初就帮歌手的歌手叫 Rihanna 对 就帮Rihanna 他说他的新店做巡迹宣传 他纯粹帮他车一下周围的那些 明星 对 车一下明星 车一下宣传品 那些 他也会帮这个女明星去买毒品 虽然听起来这些已经算很正常 是的 接着他说 原来Rihanna 他也是喜欢年轻女孩的 和那样 是的 他那个年轻的 你那个年轻的 那他应该要再年轻一点 其实这件事 我自己来说 也觉得 Rihanna 她没有出轨 就说她是Lazs 已经是惊惊地下 他说 其实那些女孩是很受乐的 他说 因为他负责就是出街找一些女孩 他说 Rihanna 你想不想和她过一晚 其实很多女孩 因为那时候她是最好的 立刻跳上车的 他说这个工作完全不高难度 其实这一件事 都不是最令人惊讶的地方 恐怖的地方 就是说 Rihanna 那次巡播完之后 就搞了个明星派对 很多歌手都在那里 就是Lady Gaga Justin Bieber 妙麗 那些全部都在那里 他有另一个工作 就是叫她出去找 总之叫你找一些年轻的 越年轻越好的 越多越好 总之要找一堆年轻的 带到这个派对那里 即是即晚的 是的 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什么 他们就会和那些年轻人说 你想不想来 是呀 做不做拍车 做不做等待 来一天 然后他们去到公司之后 可能做了一些工作之后 就会问他们 就会给钱 或者毒品他们 然后 给多少都可以 不是多少都可以 但总之很松手地给钱 给毒品他们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入到的派对 就是 哪个人要搞你 你没得死 是的 他最后 这个爆裂人说 他自己是抽了打过去的 这一样东西 听起来都挺夸张的 我初头都 是不是真的这样 那些年轻人 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做呢 但是我发现 我看回 原来很多人留言 说过 原来他们是真的 试过类似的经历 例如有个 我记得有个人说过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接了个工作 去做那个超级杯 总之也是他做的兼职 然后他说他临下班的时候 他老闆也跟他说 我请你去那些明星派对 可以一起去开心 还有加班费 还有你有什么好朋友 你也带过来 然后 我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接触过 这些名人娱乐圈 所以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这样的规矩 或者香港会不会也有 正理就是做这些 正理就是负责带女儿过去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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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做了这件事 因为他算是不断成功 叫你去找年轻人 叫你去卖私又卖到 他最后就去到 做了几年之后 他最后就成功去到 岛的工作 就是Jeffrey Epstein 罗里岛 他说 他最初去到岛工作 那岛当然很漂亮 但他说 他觉得 为什么我可以来这个岛工作 因为我发现我所有同事 都是变态的 他说他好像疯了 很难相处 他是不是很有在那里做事的感觉 也是这样的 其实 他会负责自己 我是不是也是那么疯狂 因为他说 他的同事 常常会说 我们吃了Jeffrey Epstein 哪些正菜 可想知道 很明显 他搞了小女儿之后 你那些年轻人 就可以一起享用这样的东西 他有说 他说 在岛上 Jeffrey Epstein 会常常带很多世界富豪 CEO 但他也有说 他说 因为 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疯狂的 有时候 那些有钱都会带一家大小来 那些工作就轻松很多 因为正常 如果不是那些疯狂派对 他们全部员工 是要躲起来的 这个原因当然会说 除了不想见到 你们那些低层洋 突然被他抓来搞 虐待 是呀 吵吵小孩 你叔叔也吵 是呀 是呀 阿叔你呀 推不推他去我呢 看到那个花王好 忍不住 我去自拍摄得很性感 他有说过 他说有一次 他没有躲得好 就到处走 他想着 因为你的岛很大 他们会有很多扩建 那些东西 他有一次就走了去那些建筑区 然后一进去建筑区 就看到 他有个牛头人 是男人来的 然后戴着牛头面具 然后他就有另一个男同事 很惨 就被迫地帮他含着 含着哭了 因为摆明完全不会遭你力的 然后他看到呆了 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一个牛头人 在搞同事 然后他说 他很认得那男人的背部 是有个尼克遜的纹身 这个大家会说的 就是尼克遜的本人 不是 自己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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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牛头人 是立即吵架 他说 你干什么事 你是不是不满意 你现在是不是不喜欢我 在做的事 不是 我也想含有些事 帮我算吧 我同事含着 我走回开座 然后他说 他立即走了 他说他临走时 还看到同事 真的哭了 他太感动了 对 我终于含着他 做完工业 就是想含着他 然后他后来又说 他说 他说了 原来那个男人 是叫 Roger Stone 这个很出名 对 他说 水门事件是其中一个 有份被人走的 他是共和党的人 所以他很喜欢深厚 为什么 DEEP FLOAT 是什么 水门事件 那时候的暗号 爆丑闻 和深厚 他在水门事件里面 他有一个新兴的政治家 就是有参与水门事件 所以他是一个很早成名的政治家 是的 然后我查了 原来他的背部 真的有李克尚的文神 是的 然后我问 是不是作戒 真的要作得那么仔细呢 还要用一些 那么偏門的资料去作呢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是不是真的 然后他有 牛头是什么玩法 是的 他有说牛头是什么玩法 他就说 其实他的狂欢派对是什么呢 他说 总之 每次的时候 他就会去到 Jeffrey Epstein 那个 那个 浴室那里 是的 然后他说 其实浴室那里 还有一队暗门 但是他说 不知道为什么当初那些人 好像没有找到 但是Anyway 但是他说 总之每次 Jeffrey Epstein 就会带着牛头 做演讲 是的 就说 总之 你们来到这个岛 就是为了享受自由的 做什么都可以 是的 但是有个条件 是的 总之 只是那一晚 只是带着牛头面具的人 才可以这样做 只要带着牛头面具 那你就真的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搞什么都可以 当然会有小孩 但也包含职员的 是的 职员也分量了 总之可以进入 是的 接着 他说 职员分量 就是一种 好像我们的爆料者 就比较好的 就是会先收起 另外一些 亦都是你的工作之一 给那些有钱人 去邮论 是的 接着 他说 那时候 他听回同事说 只要 那些晚上开始了 那些牛头人 你是真的要 好像那些恐怖片 要想方法给他们 是的 因为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就是性是一样 强奸 但他们有些可能 纯粹喜欢 假扣 暴力 或者甚至可能 他喜欢吃很多 总之是放大自己的欲望 总之做什么都可以 今天晚上就要杀人 是的 可能 员工应该跟小孩就爆了 是的 还有牛头面具 也有第二个意思 那时候也有传言 就说这帮有钱人 其实可能是拜了一个邪神 叫摩洛 就是一个牛头人 本身摩洛的邪神 就出自圣经 以及以前中东那些异教的东西 就是牛头人 以及喜欢牺牲小朋友 是的 那当然了 其实他之后还会说很多东西 这些就留在书里继续说 他们都会说过 见过那些小孩怎么死 这些就留在书里再说 但是想说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他这种淫乱模式 其实不是没有的 其实我们近期的那宗 弟弟也是 其实都是类似的淫乱模式 大家有没有听过 你问不问得问题 问得的 我们是问得问题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弟弟的答案 我们在一个群组里也有说 我们轻轻说一下 好 弟弟呢 他本身就是 因为我本身 我对外国的音乐艺人 我都不是太熟悉的 但我只知道他是 可能在那些客人 那些黑客界那里是非常出名的 就是有钱到说 他的公司 不知道可以价值成 10亿美元 都没有 那当然 他现在拉了监狱 他就是因什么事 被人拉了监狱呢 他就是被人揭发了 他是很沉迷一种 叫做 毒品性爱派对 我不知道其实 能不能叫性爱派对 因为里面有 可能有部分的东西 不是自愿的 当然 Didi那些是很自愿的去玩这些派对 但是 其实很多受害人 他们是真的可能被他喂食一些 可能 兴奋剂再加 我不知道 我在网上看 他不是普通的喂你吃兴奋剂 他是不知道兴奋剂加 鎮靈剂 总之混合到一种毒品 总之会令你超级高興 不一定很清楚 你记得发生什么事 对 你记得你讲这些 因为其实 早期有上有电影 中文叫做 求救斩斩眼 我不记得了英文 叫做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其实一直都盛传 他也是在揭露这些东西 就是 在一个岛上 然后你普通的女生 可能觉得上流社会 然后你跟他们去那岛玩 那岛里面有很多免费的毒品 所有东西给你供应 但是就是 你吃了那些毒品之后 其实你不太记得 之前那晚发生什么事 其实你每一晚都是给他们搞 然后会整人身很多伤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 河里活的戏 某程度上 都好像揭露那些真伤 然后你吃毒品 可能给他们轮奸 强奸那些 但是 我觉得最恐怖的地方 他们有时候 说这个过程 可能是最后几天的 因为他们有的兴奋劑 超级壮阳 超级嗨 整个强奸过程 是最后几天 其实是一个超恐怖的行为 还有他们也有做 Jeff F. Dean 就算是自愿来玩 你来得这么快 一定会拍你的影片 之后就敲扎勒索你 那整件事是怎样揭发的呢 一开始就是说她女朋友 Cassie 她说她现在是一个受害人 但其实我觉得她不是 她说自己和Didi拍了十年拖 首先说Didi很暴躁 经常打她 然后也会不断地喂她吃毒品 我想十年 我不知道 但是喂完食毒品之后 因为Didi很喜欢看自己的女人 给其他男人搞 所以她就会找很多男人 其实Cassie也是一个女歌手 逼她和她搞几天 有时候是要Cassie自己出去找男人 所以Didi有这种癖好 当她当初告了Didi之后 她还未成功 就是她站起来 告了之后 越来越多女孩走出来 去说她们也被Didi搞过 类似的行为 不同岁数都有 有13岁有16岁 甚至有男的音乐制作人 都试过 其实相信不止 最后会越来越多 但她们所有说的都是一样 就是她们被人拿了药 然后带了她去不同的房间 然后不断地强奸 然后有些女孩说出 其实在场也会有其他 所谓的知名艺人 都一起教她们 这样就强奸她们几天 甚至Didi自己的前保镖 也有走出来说 她也引证了 是真的发生过这些事情 她说Didi除了女技之外 也很喜欢跟男技博弃 Cassie 她的前僱主女朋友 也真的整天要去找男人 去满足Didi去看她被人搞 当然 虽然我们刚刚说的事情 都比较恐怖 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来 为什么突然爆出来 是因为3月底的时候 Didi的家庭就被那些 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部的特工 对 然后穿了那些战术装备 装甲车去搜她家 然后找到一千多支的KY 我明白 你需要淫乱 但为什么要千多支 那要做KY泳池 对 那要做KY泳池 我知道你衰强奸 我知道你衰强奸 其实我明白的 你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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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支 就是 我没有先 不过呢 其实重点就是 我叫郭亚四和我去买一箱 可能我两个派对玩完 那我不如就 买一个卡板 不是很大的 可能这张头一半 有大折扣 然后 不要说 一入十箱 那会猜八支 不是很多 一入十箱 不要烦 他们一定有经历 用 找不到就没有 家里有多大 又不怕保存问题 那我入一箱 入一个卡板 有多闲 对那些家里 很少有道理 对 真的 就是这样用 就是家里又大 钱多一千支KY泳池 我当一百元支 那里有多钱 十匹 是钱 是钱 是不是 解通了 我觉得再痴纏一点 是原来 他两个儿子也一起被抓 他儿子也不知道 原来都是衰老强衰偷拍这些东西 这一宗就爆了出来 大家就觉得 不是 那些受害者说话 可能真的没有夸张 不是 可能想着骗他钱 那些 就说你千多支KY泳池 之后第二宗就是CNN爆了出来 就爆了一段闭路电视影片 就是在洛杉矶那里的酒店那里 就拍到 刚才那个前女友Cassie 就在酒店走廊那里跑了出来 然后他就自己说 就是被Didi玩的 他不想再玩 于是跑了出酒店房那里 然后Didi 他穿着浴巾那些 冲了出来 然后一下子抓住前女友 在地上那里 捉回他 还要约打他 踢他 其实这段影片是超暴力的 这段影片爆出来 大家就觉得 不是说谣言 是很危死严重的 而现在来到他最新消息的时候 就说检测官有说 我找几天前 他说未来这几个星期 Didi 又会有多多至少120宗的车 接着他也预言说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我们很熟悉那些国际级名声 艺人的名字 会爆出来 那些人就说 那么像Jeff F. Dean的名单 因为那些是标基级的那些人 但是那些艺人 有钱也好 但对比他们来说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权利去做呢 那些人都觉得 最后真的会爆死命出来的 而且也不知道 好像昨天前天 接着Beyonce去了民主党的选举态 但又没有唱歌 是的 不知道纯粹说几句 但我看到很多人都立刻说 为什么呢 哦 要挟他 是的 因为他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Bill基的心态 就是怕特朗普一选到 又是阻止不了名单出来 那就糟糕了 Beyonce和他老公 那些人都在投名 是的 很多证据都显示 他为了不让 Donald Trump 上台把握他出来 他就可能鑑定鑑定 不收钱 我都要帮你何锦麗助选 是的 Elon Musk有说过 他说 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 支持何锦麗呢 是因为Dee的专业 或者Jeff F. Dean的专业 他们是拿着很多的证据 所以那些有钱人 都一定要支持民主党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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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他和Jeff F. Dean 有点不同的地方 因为那些艺人有时候是流行口疏 现在很多人有时候 看他们之前的访问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一早就说了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我现在追回来看这些访问 原来有些东西 最深刻是Laborne James的访问 Ano Party Dee Party 真的超厉害 没有人比Dee Party更弱 是的 我又觉得有个很瘋 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不是太熟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有个叫Asha Asha Asha的男艺人 好像以前和DeeDee共事 DeeDee带他出身 其实他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说明DeeDee的派对是瘋 有人问他 你会不会给自己的儿子去DeeDee的派对 那当然不会 Asha Asha出身有症病 Asha带Justine Lebar DeeDee的 我只是想说这个 扯皮条 对 你不会给自己的儿子去DeeDee 人家的儿子就没有问题 对 那之后 我要靠他帮忙上位 很简单的 你问医生 你这些药物会给你儿子吃 他们也不会 但他会开给病人吃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好 很糟糕 很糟糕的 之后 Justine Lebar发生什么事 也有些传闻 不知道他和DeeDee 48个小时 在一起 刚才在咪前也有问 比如说 你们会觉得 Justine Lebar在里面 是个什么角色 是个纯粹受害人 还是他一起玩呢 但他只有13岁 我会觉得他像很多其他 也有遥传出来的艺人 就是他们知道要这样 才可以换到上位的路 我觉得某程度上是有这些 还有可能 Justine Lebar 开始以为是一起玩 大家就耐心 但谁知道我进来被人玩 但他真的可以换到你 帮你上天的那种盛名 那时候Justine Lebar 红到全世界都不懂 所以他有首歌 就是写他的审性 就是Baby Baby No 后来画到这首 我画到这首 我画到这首 很认真的 你很认真 谁知道你竟然是这首 那他也出了这首 那他也出了这首 我回看 Justine Lebar 他没有直接回应 但他说回 他现在做了一个父亲 也算是修心养性 但他也说 他会很保护新人 例如唱Bat Guy的Billy Billy Billy 他曾经说 要保护他 他说不想经历过一些 他以前小时候的经历过的 其实也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觉得 好像Hollywood 或者韓国的演艺圈 那么多人的情绪 是极度有问题 就算你One Direction 其实他也是超级濫药 你要明白就是 就是 容许我直接说 可能镜头面前 也有些观众有吸毒 你自己问心 其实因为你觉得很不开心 你才会吸毒 吸毒到这样的地步 你想想到我们旁人 不知道 就会觉得 你去到Hollywood 那么有钱 又那么有名 你的IG 几千万 followers 估计是呼风换月 应该很开心 但其实他们就是 极度不开心 我会觉得 有没有程度上 跟这些东西 很多一连串的东西 你真的会弄到PTSD 我自己观察 比如你说 苗栗 跟着你说绿茶 和蜘蛛仔 就是他们可能 哪有绿茶 甜茶 我哪有绿茶 哪有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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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地的 甜茶 甜甜的的 甜茶 我认为绿茶 原来是绿茶 我认为绿茶 我认为他说什么 我认为甜茶 人善天不悲 我认为甜茶 我认为甜茶 是另一个 我认为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年轻 青春有活力 但你这几年 我不知道 我不觉得他们老了 成熟了 我觉得他们 那些笑容 没有什么 我们不是穿着腹 是觉得不是那种 很天真 笑得很开心 不是那种状态 我觉得他们很眼熟 很空洞 或者很暴躁 那些 你会觉得 你说Didi 是爆了出来的人 但是不是只有Didi 那样玩 你想想 有哪个Disney Channel 出来的女艺人 不是 是正常的 不是黏了线 是 Brutely Spears 全部都瘋了 J Cyrus也瘋了 每个人都瘋了 是啊 你现在看到Tom Holland也很奇怪 而且他之前也有透露自己的情绪 有问题 他删上IG 他就说被网民攻击到要删上IG 因为我很少看外国明星 你会追求你也很少按个留言 原来有人说Tom Holland 为什么你永远说话都沉着青蛙 会有这些 我相信是hater 应该很多 是的 但是我也觉得他们几个妙礼的 应该被人搞七彩 我觉得如果你说 有些没有那么红的 可能就真的上不了位 因为他们没有被人搞 其实是的 因为之前有些是没有那么红 可能是三线那些 那些女生就会爆出来 为什么他们上不了位 是的 因为我没有听到那些人说 我没有参加派对 也有这些 那一套叫做什么呢 Quantum Tattlantino 有一套 我只知道中文 很棒的名字 叫做索女 什么 索斯基光唱 好像叫Rose McGowan 我没有记错那个女星 你知不知道 他有说 他说其实就是 他拒绝了很多监制 就是全螺市镜 很多这些要求 所以他就上不了一线女星 那你可以说 红了的人就会说 你做不到一线女星 你不怕我 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之前也有爆了一些监制 又不知道是 Angelina Jolie 然后不知道 葛丽芙 那些很多 也有说 其实我觉得是 一点都不奇怪 不是纯粹说 别人上不了位 就带回你 可能他觉得 不想要靠这件事 去换取 那个名利 但我暂时都没有人邀请我 你好想 你脱顶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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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要问 难得有现场观众 我们有这么多的现场观众 有没有什么想问 孔妮 对 我刚刚听完有什么感觉 大家记得买书 我们会放一条买书 会的 还有可以介绍一下你的生日会 对 他的反应 在麦当劳 你在哪里搞的 其实我 11月11日 我就会回去隐世的大陆澳洲 之前的11月9日 就会所谓的生日会 因为我真的觉得正式生日 但是 正式生日 有假的 有社会 但是 我会觉得 大家可能当一个网民聚会 你说当犯罪的那个罪会也好 总之大家都是来开心一下 没有任何其他 Didi 那些 对 有很感 因为有Didi 就是有Fatty Fa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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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开心 有人要揶一下 有粉 然后我们说有东西吃 有东西玩的 那些是暗号 全部都是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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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想不理 没有 没有 不理 大一点 说完一个这么好的派对 你说你搞派对 我一定期望是 有东西吃有东西玩 大家可以来一起 聚下救我 开心下 开心下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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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奇怪 用整集去做 用整集去做 可以叫pizza 吃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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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整集是这样的 神經病 为什么不上集说 为什么要这样一集说 Oh my god 大家可以参与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不关刚刚Didi的事情 可以问一下他 很难得上路里 关于他本人也可以 静愈态 没有 很了解 很了解 可能咪后再问 不害臭 那就差不多了 大家记得买书 和加入恐惧鳥的party 好 好 很过瘾 还有一千支 不知什么 那些 一千支气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